近年来各国都加大了对航空母舰的研制生产 从辽宁舰到我国能够自主研制生产002型航空母舰 并且对其进行各方面的性能优化 国家也是在航空母舰的研制上一直加大力度扶持 给予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上的支持 就近期的媒体套路 一直在进行停歇维护的002型航空母舰 又有了最新的变动 根据媒体曝光的照片来看 002型航空母舰上依旧繁忙 但是最大的变化在于航母甲板上陈列着 两种战机分别是歼15和直18 所以这个巨大的变化令广大中国人激动不已 纷纷称期盼已久的歼15战斗机 终于可以搭载在国产的航空母舰上了 自今年4月份002型航空母舰 进行海事后一直在进行修整 在8月之前又对航空母舰的各项性能 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提高 当时甲板上有不少的围栏等 但是如今照片上围栏已经不见踪影 再加上甲板上的歼15和直18 所以不少人猜测出002型航母 又要开始下一轮测试了 并且测试的重头戏 很有可能是舰载机的各项性能测试 在航空母舰上测试舰载机的活动 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所以较量航空母舰的各项性能 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就是舰载机 所以近些年来我国虽然具有能够 自主研制出航空母舰的能力 但是对舰载机的改装等工作 一直在努力的研究中 因为深知舰载机的性能优劣 直接影响到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 所以当舰15和直18出现在002型航母上时 人们都很激动 这就预示着002型航母 能够真正服役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